一颗颗飞弹精准击中目标舰主 以色列23号对黎巴嫩各地展开攻击行动 成为继2006年黎巴嫩战争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天 从白天轰炸到黑夜 照亮黎巴嫩上空的不是万家灯火 全是以军发射的飞弹 根据法新社报道 以色列军方深夜声明指出 过去24小时内 空袭黎巴嫩境内超过1300个真主党目标 但这些所谓的真主党据点 几乎大部分都是平民住宅 对此以军用动画回应 所有攻击合情合理 类似原因以色列之前也用过 空袭加萨走廊时也变成哈马斯军用武器 就藏在百姓家里 如今换个地点 再上演一次遭各界批评都是借口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警告民众快速撤离 全民被迫连夜出逃 从南部一路到首都贝鲁特的交通 几乎完全瘫痪 甚至有母亲在乱世中 只能躲在车里喂饱小小婴儿 里班人尝试发起反击 but以色列军力雄后几乎不是对手 里班人发射的飞弹才刚抵达以色列上空就通通被拦截下来 以色列政府23号晚间宣布 全国进入特殊国土安全状态 将一直持续到9月30号 表示军方有权禁止民众聚会 限制上班上学 一把战火从一对一变成多人混战 中东局势没有降温 民众停火的希望倒是完全两头 进行往王家正 陈信英报道